回南天潮濕天氣容易令衣物發霉 整股噴味很難頂 噴香水又又沒用 有甚麼法寶可以快速踢走噴臭味呢 例如你趕著出門口 穿完衣服才發現有一些位置有股的味道 我試過噴香水 但其實真的不合理 你經常都聞到自己一股少少的香水 但就有一股縮味 因為這種味道很難找香水、香薰去蓋住它 如果真的很趕時間出門口 你可以嘗試用風筒吹一下它 但一半是合理的 那股味仍然存在 因為我們人會出汗 有皮下脂肪這些 皮舌、油脂都會產生一種脂臭菌 但因為回南天的時候 天氣潮濕 有些細菌很容易脂身 那些叫臭肝菌 這種菌是比較難洗的 它未必可以在普通清潔液 可以洗得到 當這兩種菌在這種環境很適合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那股霉霉霉霉的味道 預防就勝於治療 通常我們會洗乾淨的衣服 是好過你之後噴所有酒精或香薰的東西 那怎樣可以洗得乾淨一點呢 最難處理就是那個生肝菌 因為有機會清潔液都未必可以洗走它 自己留意一下洗衣機 另外可能有些衣服特別容易有這些味道 或者是先洗乾淨了 如果你說真的很難 又未必有時間做 那你就可能要選擇一些 可以清潔細菌多些的 抗菌功能高些的 這些配方的洗衣液 如果還是不合理 有機會衣服已經很霉 纖維已經比較容易滋生到很多菌 那是時候可能要換個身衣服 不想衣物和鞋又噴又臭 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 不要一次過洗太多衣服 因為你洗完 你未必可以夠位浪乾它 那預留一個空間 它真的可以乾 一定要保持鞋櫃的乾爽 鞋還是濕 就不要急著放到鞋櫃 最好放在一些位置去吹兩天 是完全乾透你才放到鞋櫃 例如波鞋、皮鞋 這些比較焗身的鞋 你都可以用一些乾的茶包 或者一些果皮 你可以放在鞋附近 起碼匹一點點味 當然也有些現成的 臭丸這些都可以吸味 東網記者 許善宜報道